HELLO 又找到道醫師上來 教我們怎樣煮食 好 現在大月天時 每次都炆燉煮炸 很辛苦 辛苦 所以有些冷冰冰的東西 去做一個調和就非常好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山楂餅 我想喝點山楂 非常好 應該要用什麼調配 好 我們滿足你的願望 山楂雪梨馬蹄果凍 聽起來都很涼涼涼 很棒 凍食的 行不行 因為如果真的熱的人 有些凍夜是對的 但當然不要養成的習慣 是不是都吃凍夜 好像我們去茶餐廳 一杯凍奶茶 是不是都是凍夜喝 這樣就不好了 好 即是不要經常 對 涼涼 總之就 真的燒一下薯 那時候用一些冷的東西 是非常好 好 水就差不多煮滾了 然後我們先下什麼 先下雪梨 好 通常這些要煮多久 煮到它出味就可以了 對 這些煮十分鐘就可以了 切細粒就讓它的味道溶出 對 increase the surface area 嘩 真是很小 蓋回去 等它煮起之後 就可以煮十五分鐘 不如來講解一下藥用 好 山渣有什麼好用 我很喜歡吃山渣餅 山渣和山渣餅是否一樣 山渣 這個真的是一個山渣 放進去的原材料 你吃的山渣餅是加工了 OK 加了很多砂糖 這個山渣這麼新鮮原材料 放進去 其實山渣本身有一個可以消食漬的作用 什麼是食漬呢 什麼是食漬呢 大食漬 燒食漬 大食漬 食漬就是因為 我們經常吃東西 吃很多不同類型的食物 食在身體裡 其實有些東西消化不到 很多東西可能積在腸 積在我們排泄不到的地方 即是剩下廢物 那些廢物尤其 山渣可以幫你清這些 尤其是肉食漬 肉食漬就是吃完肉類的 即是在腸排不到 這個山渣就可以幫你清這些廢物 所以很多人都說 山渣可以幫你降血脂 其實它就是有一些掃走 這些人體內的管道 通道 垃圾的功效 所以就有降血脂 有排毒 清腸胃的作用 非常之好 平常當小吃 吃一下也可以 對 這個很好問題 平常吃小吃便好 但山渣同時 有一個開胃的作用 對 山渣可以消食漬 可以降血脂 但同時令你的胃口開了 所以要留意一下 不要經常吃 讓它清腸胃 幫它做到這個功效便可以 熬了15分鐘 是 聞到山渣味 是 非常香 好 我們就找你幫幫忙 首先我們先關火 幫我拿上蓋子 然後幫我倒出來 最主要是把冰糖 一邊煮 慢慢攪拌 是 讓它融化 就可以了 是 煮到冰糖 和大蔡司 都融化了 是 是 我們去最後 加入馬蹄 好了 我們可以關火 最後一個步驟 是 是 好 我們接著就放冷 然後就可以放冰箱 好 其實我們就這樣喝 都可以 冬熱 那不如我喝了 這樣就完成了 冰了三個小時 哇 真是硬 嗯 這些就叫大菜糕 我知道你年輕人 你不懂很多 哈哈 嘗嘗嘗 好 有意見 先看看 是 爽滑 嘗嘗 我當然覺得這個份量比大菜糕好吃 大菜糕很硬 我們今天這個份量非常好 而且吃到山楂的酸酸甜甜的味 真的可以開胃 會否吃多了 會胖 所以一定要吃飽才好吃 還是我們吃了這個才吃飽 就再吃飽 然後喝水 然後才吃東西 這麼好吃 我們當然要介紹多次的名字 山楂雪梨馬蹄果凍 好 好 好 臭